天天在职场,小心翼翼,谨言慎行,期盼着升职加薪,期盼着走向人生巅峰。 可是如果你遇到奇葩公司,奇葩老板,你的梦想可能很快会破灭了。 最近一员工小李在公司活动中抽奖,运气爆棚,抽的11万奖金,公司发了2万后。 说余下的以后给,然而还没等到奖金到手,公司两个月后就开除了小李。 小李去,要剩下奖金的时候,公司拒不支付,还说公司有不成文的规定。 得到奖金后,工作满一年才能发放。 愤怒之下,小李把公司告了,各位怎么看呢? 现在职场就这么难混了吗? 好好的上个班。 好好的本本分分的,做事情都这么难了。 作为公司,既然你不想支付奖金,当时为何设置这笔奖金? 作为企业经营者,应该是有非一般的智慧的。 这些事情自己,不可能想不到后果。 只能说这是搬起石头,砸自己的脚。 此事传出去,影响恶劣,口碑极差。 或许这影响,不单单是这11万能解决的了。 作为员工,既然中奖了,争取自己的利益,并没有错误。 这件事情,并无法得知,小李做过什么事情。 但是,在职场上工作多年。 我认为事情,不会这么简单。 双方之间,似乎发生过不愉快,具体不得而知。 否则公司设置奖金,又不发放。 这实在不合理。 但是话说回来,一家公司,在职场经营,一定要有长远眼光。 只看眼前利益,绝非一家企业,长久经营之道。 公司的企业文化,企业价值观现在看来,似乎都只是一种摆设。 一个空口号,一家公司,从最初设立的时候。 你的企业使命,你的责任感,你的价值观,你的理念,都是不是随风而来的。 既然作为一家企业,说出去的话,就一定要兑现。 否则宁可不说。 马云说过该说的话,不用问我,自然会给大家讲。 但是不该说的话,你怎么问我也不会说。 同样的道理。 不该给的承诺,宁愿不要去给承诺。 否则打的是自己的脸。 损害的是自己的口碑。 现在做企业口碑,有多重要不言而喻。 作为职场人员,公司,各种各样的都有。 我们在当初选择的时候,一定要擦亮眼镜。 不要急于去确定一份工作。 如果有必要,不妨对自己的一项公司考察两天。 或者去试着工作,两天感受下。 小编认为选择工作,是一个双方选择的过程。 或许有些时候,有的人迫于生计,没有选择权。 但如果你不属于这类。 选择工作的时候,一定要用心。 多花点时间,也没关系。 否则一旦没选择好。 多浪费的时间,可不是那几天能弥补的。 在职场上员工,是为了一份薪酬。 有的也是为了展示才能。 而作为公司而言,我们应该学习, 把眼光放得长远线。 切勿计较迎头小利。 此乃公司,经营大计。 也是一个,企业领导眼光好,和魄力的展现。